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循风去无限 何妨花弃杂人 怨恨天之人 任由过去示在莫尋 留情已不夜陷 醉酒阔波 一见读我 何修路寒参拔 人生百甘 轻奏略过 万里百树洗我心 何妨花弃杂人 大河山生大小我洞下 如世所欲若行怀 各位, 酒微菜薄, 不誠敬宴 請個隨便喝用吧 喝... 喝... 好久了, 來, 來, 喝... 真好, 真好 這麼不適合 送菜有毒 扶他出去 道長 我暫時封了幾個月位 以後獨血攻心 三個時辰之內, 她不會有事 阿楓, 立刻把化毒散拿出來, 快點 你省下也行 分明是你弄鼓做怪的 說不定吃甚麼化毒散 死快點 我哥亂發罪, 我不死也會這樣 回一命, 回一命 打他也沒用了 對了, 各位英雄 小人就算吃個炮子膽 也不敢酒醉落毒 你們都沒落毒, 殺人要命了 英雄要命了 酒醉裡面沒有毒 湯裡面有毒 有毒? 幸好沒喝點湯, 不然死得冤枉 有火頭出來, 快點 走開, 快點 如果是火頭落毒, 早就走了 走了本來沒話可說, 只怕已經死了 楚香瑟的意思就是不是火頭落毒 甚麼就是, 簡直不是 說話應該這麼說 如果火頭是真正的火頭 然後跟江湖沒有瓜葛的話 他沒理由落毒, 是不是? 是呀, 阿仇在這兒做了十幾年 他又小膽又怕事 他絕對不敢下毒 除非... 大師父, 王總姑 王總姑, 救命 王總姑, 救命 王總姑, 救命 你走開, 走開 這個不搖命 王總姑, 我問你 你要坦坦白白的回答我 是不是他 指使你落毒的 不是... 是你不怕說 廢話 我如某人名人不做暗事 更何況落毒這麼旁門阻道 你根本不是精人君子 你含氣貧人 我是李落毒 有甚麼證據 李落毒 兩位, 兩位不要傷責 貧道相信 落毒這件事 不是對付某一門某一派的 楚香水 貧道相信你也想到眉目了 是不是? 道長, 你太過高顧楚謀了 對了, 你煮飯的時候 有沒有發生過甚麼事? 有呀... 小人不知道被甚麼人搏運過的 你看 行了 六大門八大派都敢暗算 不知道何況是鼠輩所為呢 馬長輩, 你何以認為是鼠輩所為呢 一字那麼淺 如果是一流高手 就不會在背後暗算人 有甚麼好笑 你錯了兩件事 第一, 你錯在斷定在後面搏人的是鼠 你不讓他染人耳目嗎? 第二, 你錯在相信他 不是呀, 小人對句真話, 真的 在我們面前 我相信你有十條命都不敢說謊 而且你說謊, 你也跑不掉了 你還有甚麼還沒說 沒有了, 小人知道的事都說了 到底是甚麼人 遙掌門, 你想到甚麼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願隨雲落毒 有了 首先製造殺人事敬 然後藉口召開武林大會 引我們來, 然後落毒把我們殺死 屬中無大將, 尿化作先鋒 之後就得其所在 做其武林盟主 你又此理 袁徐雲躲在哪兒 小人真的不知道 說 小人不知道 袁公子前天交大落 叫小人準備招呼各位之後 他就出門了 去了哪兒 小人不知道 不要 不要 我想到一件事 在後面拆人的叫鼠背 在前面刮人的那些 是不是應該叫狗背 到了這個時候 走到胡說八道 簡直是不知所謂 你這個老奇 我們說回正經事吧 好了, 以在下的遺見 落毒的不會是袁公子 以無鎮山莊在武林上的地位 根本不需要用到這樣的手段 去爭取做武林民主 對了, 各位英雄 小人減要折命擔保 袁公子絕對不會落毒的 各位 君子不立危場之下 無鎮山莊乃是是非之地 本派都是先行告退 在未水落石出之前 哪一個都不准走 那你真是懷疑本派了 總之哪一個要走 那個人就最大嫌疑 不可以這樣鑑人吃死貓 是啊... 各位, 事到如今 大家應該聯手對付才對 大難臨頭, 各自非 怎麼配號稱六大門八大派 生死慣頭 那呢, 貧道有一個提議 關於去留的問題 最好大家表決 由少數服從多數 各位以下如何呢? 可是像我那樣, 沒門沒派 怎麼算算呢? 怎麼算都行 我胡鐵八一定要留下 臭蟲, 你怎麼樣? 共同進退 好, 說得好 既然我們大家共同進退 現在所有武林人士都集中在這裡 本來沒甚麼可怕的 還有哪一個門派願意離開的 請他舉手 好了 各位 在下剛才提出離開 只不過是想提醒大家 無增山莊乃是危險之地 如果大家都能夠真正行事 在下也同意留在這裡 本派光明磊落, 去留也不成問題 沒意見 這樣還有哪個門派願意離開的呢? 既然大家同意留在這裡 我們就留在這裡等袁公子回來才算 不過為了慎重喜見 在這幾天之內 大家不能夠隨意出入 尤其是把手通道和門口的 更加要小心 輪流吧, 我們每一派都派人出來守住 好暈了... 你怎麼樣? 很多人咬我和我咬我 你怎麼這麼慘 這些是讀法的訟證 事不宜遲我們雲工把他的讀筆出來 是 怎麼樣? 已經分布好人搜了 三間之後 你和三個點仓派的弟子一起搜後院 那你呢? 我現在就去了, 一直搜到三間 好, 那我留在這裡 那你都留了 說這些無謂的事幹甚麼? 有件真無謂的事要跟你說 來 今晚我和高姑娘一起搜後院 你這樣不夠老友 撿醜的, 你自己想法子 調一調 不合規矩的 你這個人都說規矩?天大的笑話 和高姑娘共手花絲月下 怎麼可以不照規矩? 你放心吧 和你特別照顧高姑娘怎麼說? 有件事和你們針針 兩位姑娘已經來了 師爺現在怎麼樣? 原兇道長在這裡和他驅道 相信沒甚麼大礙 我們站在這裡不是很方便的 不如這樣, 鎖大俠 你搜這裡, 我和師妹搜那邊 來 等一下, 我們還要等一個人 他不來了, 由我代他 他為甚麼不來了 他...他忽然病了, 肚子餓 笑甚麼?阿少爺 我只是覺得他...他這個病 來得太快和太妙了 對了, 我們站在這裡也不太好 你和華姑娘在這裡守著 我和高霞南去那邊把手 好 又笑了, 整晚都顧著笑 因為師姐剛剛剛剛說過一樣的說話 手是義口同心 師妹, 你好了 別管他們了, 走吧 馬師父出來了怎麼樣? 出來就出來了 我和你去那邊把手, 怕甚麼 走吧, 走吧, 走吧 對了, 為甚麼你們兩個都這麼怕師父 我和師姐至少無父無母 還是只有師父教養提携 他雖然有時候是嚴厲一點 不過也是為我們好而已 男大當婚, 女大當嫁 這是天公地義 我和師姐都發覺是說終身一格 沒事吧? 沒事 楚留香 楚留香, 你這個無賴 明明在這裡假攻濟屍, 自己在這裡輕薄 師父 道長, 你誤會了 師父, 剛剛有很多飛蛇在石山後面飛出來 幸好得楚大俠相救 那裡山這麼窄, 哪有蛇 蛇是自己飛出來的 廢話, 蛇都會飛的 明明他搞的把氣, 你也相信 你真是沒用 師父 師父 一個人就是這樣, 兩個人就是這樣 你真是沒用 六賢婆, 你太過分了 我怎麼樣? 你怎麼樣?我實在忍無可忍 你儘管來吧, 明不夠你打到八博 師父, 師父怎麼樣? 來吧 三間了, 你們去守候院吧 小心點, 沒多久之前 我們比毒蛇那麼算過 知道 道長 他已經沒甚麼事了 不過要休息幾天了 有勞, 道長 大家同舟共濟 還說客氣話來幹甚麼? 師父, 我剛才用得真氣過多 我要調食一下 晚安 晚安 睡醒了 你怎麼想要吃嗎? 你怎麼想要吃嗎? 我怎麼想要吃嗎? 要吃嗎 你看 那我就能吃嗎? 你怎麼想要吃嗎? 他就能吃嗎? 我怎麼想要吃嗎? 大英雄, 大英雄, 你收下留情 我不是武林中人 我一時好事, 你看武林大會 我沒甚麼, 你不喜歡, 我馬上走 這麼怕幹甚麼 原來是楚香水, 半夜三更 躲在我的房間幹甚麼 半夜三更不在床上睡覺 以後在窗口外面 半夜三更, 准不准人去茅廁 去完茅廁, 要在窗上爬進來 這裡怪事多多, 命都冬過水 你們不准人走, 自己不保重怎麼辦 走吧, 走... 晚安 你們沒事吧 怎麼樣, 追不到 守衛走廊的人都說見不到有人走過 真奇怪 如果剛才噴進來的煙有毒的話 我們就死了 可是這三支針肯定有毒 為甚麼一定要針對我們 是呀 可能其他人遇到事也不行 那我去看看 如果外面有大事發生 一定有動靜的 朝目下的情況, 這件事不宜張揚 以免人心更加徬徨 引起爭端內向就不必了 道長言之有理 可是有一個人我們要特別留意 誰 袁翔 就是住在斜斜面房的那個人 這個人來歷不明, 十分古怪 他們的棺材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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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事, 射門門房 棺材不見了 沒理由會不見 夫婦, 棺材 竟然一夜不見了 五條屍體偷了來又有甚麼用 這個東森一定有古怪 古怪 有人 你怎麼在這裡弄成這樣 昨晚四階上下, 我分不著 我就在這兒, 我打算全座 最好我住在這兒 誰知道被我捧...捧了一個人 甚麼人 他...他是蒙面的 不如分手打完我的眼睛 這兒是不是有秘密通道 或者是地下室的 沒有...沒有 昨晚每一個門口都有人看著 那些棺材沒理由能夠看見 那...我就不知道, 這兒沒有通道 我看見那些棺材 暫時還沒離開山莊 讓我來發散那些人 四處搜查無生山莊 甚麼事 出來幫忙吧, 棺材不見了 不行, 師父心氣痛會隨時叫我們的 你甚麼事 師父在裡面, 你走吧 罰你跪成馬 你走吧 老劍浩, 你這麼陰毒的事要做一出 你不是出家人, 你根本不是人 你這麼怕他幹甚麼, 我不走 老劍浩 老劍浩 老劍浩, 你這麼搞的 只能令高姑娘更加難做 你不用怕他, 我一會兒回去 老劍浩 主人, 你真的要見那個人 上去 了 是 你 你 你 他 比 你 是 你 施主, 施菜已經準備好了 謝謝 我在這裡就行了, 你出去吧 是 靖相 沒事, 你出去吧 是 小梅 你別再叫我小梅 以前的小梅已經不是人世了 事隔了二十多年了, 你還生我 你是一國之君 我只不過是一界草蜜 生與不生, 與你有甚麼所謂 你別這樣說 我對你一直都耿耿於懷 耿耿於懷? 當年跟你相處了三個月 三個月了 連你的身世都不告訴我 我怕你知道之後 會令你心存介體 當年不辭易別, 你又作何解釋 當年我本來不是打算回京的 我記得那天天空哥我醒了 我看你睡得很暗 於是想去後山摘些蜂蜂花回來 我知道你很喜歡蜂蜂花的 我現在還記得 我二十幾年都沒見過蜂蜂花 是呀, 當年我摘了很多很多蜂蜂花 有白色, 粉紅色, 紫紅色, 橙紅色 甚麼花都有, 我摘了很多 我都拿不完 我記得我還除了外衣來包住它 我想到時候你看到這麼多美的花 你一定會很開心的 誰知道, 走到半老 突然英明帶著騎兵來截著我 英明?你以前的書童 是, 其實他是服侍我的侍衛 誰知道他將我行蹤 暗中告知父皇 我以前對他這麼好 他奉了父皇之名 要我立即回京, 又不准我去見你 就是這樣, 所以我才有不辭業的 我回到宮中 我把我們的事稟告知父皇 希望他讓我接你入宮 怎知道房子聽完之後 就把我軟禁了一年 一年之後, 我還派人帶信給你 怎知道你就搬了 我不可以不搬, 我是迫著搬的 因為那時候我有了你的骨肉 我被村人恥笑 你有了我的骨肉?是兒子還是女兒? 兒子 他去哪裡? 不在嗎? 為甚麼你不帶他來見我呢? 我一定會好好照顧你們兩個母子的 你準備接我兩個母子入宮嗎? 我盡量想辦法 你不要聲聲作态 小妹 你... 是你, 是你毀動我一生 千方八計約你出來 就想拿你的狗命 小妹 你叫吧 你叫吧 你的狗爐在外面, 你叫吧 要他來救你 你叫吧 你幹甚麼不叫 一爺夫妻百爺 我捨在你手上, 無話可笑 你搞壞了 小妹 小妹 你沒事吧 小妹 小妹 師父, 我們甚麼都找不到 難道幾個棺材就不翼而非 不行, 我一定會找到我的鐵路律師的 我們再搜一次 搜甚麼搜, 幾條甚麼屍體 人的生人不更重要 不如這樣, 加強守衛 別說這麼多, 搞甚麼就找我 對不起, 失陪一會兒 還沒跪完 你走吧, 出去吧 你別做錯事, 不用跪的 你走吧, 你在這裡會生氣師父的 生氣他?我以為你氣死他 老乾婆, 你在裡面幹甚麼 是不是被我氣死了 你出來 你出來幹甚麼 我來氣死老乾婆 老乾婆 你馬上離開這裡 這裡是無爭山莊 你以為華山道官嗎?你沒權叫我走 簡直是無理取拿 師父, 你放我去吧 馬上跪下 不要跪下 不要跪下 你幹甚麼事跪下 老乾婆, 你現在死了嗎?有人跪下 你死了 道長, 大人有大量 死了, 不問了 人家高姑娘發過世, 終身不嫁 誰說? 華姑娘 發世可以當作吃生菜 總之你暫時忍一忍 少不忍, 則亂大謀 去喝酒吧 喝完這裡的酒也沒用了 女人真是煩 煩就放棄吧 我說老乾婆煩 難道高姑娘不是女人嗎 你再說一聲吧 好 你再誒毀她, 沒朋友做 姑娘有甚麼吩咐 我進來煲劑藥, 不用麻煩你了 那隨便吧 真是想不到 想不到甚麼 我們做了十幾二十年老朋友 平日只知道胡鐵花是老粗一名 想不到我今時今日會被情關所困 你又不要這麼牙策 你雖然有名風流盜碎 可是你身邊的女人就像酒馬燈一樣 就算你有十個女人 也沒及我一個這麼真情 真的? 好, 說得真是好 你們說話小聲一點 你幹甚麼? 吵著下棋, 走到那裡 你不夠人抓就別在這裡抓 在這兒牽誓 走呀, 還出口傷忍 你還沒好得了, 你還要休息一下 不用了, 我睡得很累 你跟我玩鳳梨梨吧 你怎麼會像三歲的弟弟那樣 我不是三歲, 我八歲了 真是無你武器 你不需要跟我玩 好, 我找倒楊和丹仔玩 我不找你玩, 我… 你站也站不穩, 犯甚麼呢 快回去床休息 哪兒我站不穩, 我學楊梨吧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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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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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阿嬤, 阿嬤, 阿嬤 看不看得到夜鄉和丹仔玩 不要睡覺了, 坐下我 看不看得到夜鄉和丹仔玩 你還睡嗎?我告訴你師父 真的嗎? 好 珍珍去了煲藥 看得到現在還沒回來 你去看看她 去是去, 不准招夜這麼無賴 是 還沒敲門才開 你這個師妹在倒楊在香港睡覺 不理我 胡說 不信你自己去看吧 不是你抓住我 我把烏龜打得痛快快 你看甚麼, 胡說 胡說 胡說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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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甚麼事?你慢慢說 剛才…剛才有人用米入米暈暈了我 還想… 甚麼人 我看不到 她蒙了臉 師父, 你們兩個卑氣無賴 道長千萬別誤會 我們也是剛剛才來的 無需狡辯 我們可以找證人的, 老犬婆 在下可以做證 他們倆一直在一室喝酒 當時就馬掌門在場 是呀, 這個姓胡的 灌了幾杯落肚就在吵亂巴閉 還給我教訓一頓 說話不可以倒轉來說 應該是我教訓你 在警備供心嚴的地方 這個神秘人竟然有個神出鬼沒 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那我找一首你問一下好不好 不必多此一舉, 問來問去都是這樣 以後嚴家守衛就是了 還懷疑我們 有奴兩位幫我們做證人 甚麼事 今天晚上不知道 又會有甚麼事發生 一會兒, 今天晚上還要守候院 我在想著 發生了幾件怪事 一點線索都沒有, 只會想起來 不錯, 一點線索都沒有 行事這個人 對毛珍山莊一定非常熟悉 而這個人除了是... 除了袁徐雲之外 就沒有別人 可是你說過的 袁徐雲不會做這種事的 可能他有一個 我們永遠想不到的秘密 甚麼都被你說了 我今晚就要走 走? 是, 如果我再留在這裡 只會當局之迷 我出去逛逛 在附近再查查一下 或許可能還有發言 要走, 一起走 一起走?你捨得高姑娘嗎? 有個老乾婆在這裡 有機會便沒機會 你還是留在這裡吧? 我們屢應外合 走吧 怎麼樣?阿花 還是你說得對, 我留在這裡看著 還是剪不斷, 你還亂就真了, 請 師太太, 請 為甚麼今早不見蔡樓鄉 出來吃草飯呢? 是呀... 不用等了, 他昨晚走了 明明說好 所有人都不准離開 為甚麼他可以 為甚麼不可以? 楚樓鄉一向來去治愈 我也是的, 為甚麼我故意不走 鬼鬼祟祟走了, 明明事有QK 甚麼事有QK 萬大事我擔心 總之一句說完 他不回來, 我不會走 那不用再問了 大家吃吧 請 聖上憂心恥恥, 所謂何事 不就是為了那個鞭皮女 她離宮多士, 全無音訊 朕派在萬里訪臣的下樓 要搞無消息 照顧她生性好事 一定會露經此陣 去無增山莊參包武林大會 不過是時至今日 連沒有她的宗跡 莫非... 聖上請放開懷抱 永靖公主一定會刺人天相 但願如此 請客官, 請喝茶 請問見不見一個 穿粉紅色衣服的姑娘走過 她剛剛經過, 揹著劍的 剛剛經過 經牡頭 在那兒見回來真好 還沒有小靖的下樓 我本來找到她了 我一直帶著她來到這裡 又不見了她 來到這個鎮也不怕走到哪兒去 甚麼事?姑娘, 你投棧了 徒生, 你不好意思 請問你 去無增山莊要走哪條路? 這條路是去無增山莊的必經之路 而這間客棧 是這個鎮唯一可以供食宿的地方 小靖一定在裡面 張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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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搞的? 人額人無藥衣 我看你也是遼事鬥非 我沒有房租, 走... 我們不是來租房 我們想借問一聲 有沒有見過那位穿粉紅色衣服 戴著綠色的姑娘來過呢 沒有...事關重大, 你想清楚一點 我都說沒有就沒有, 你們很麻煩 不想我叫官差去抓你們 你合作一點, 這位就是鷹捕頭了 捕頭大人, 有乖不乖 捕頭大人見了, 小人有眼不識 我少說, 到底那個姑娘有沒有來過 有... 他在哪兒? 剛才被那個客人帶上去房間 是中原一點無謀 各位客官就住在那個房間 好 鷹捕頭 謝謝大家 文西上浩傑 萬里慣山匹馬倉 聖師 年輕人 萬里慣山匹馬倉 萬里慣山匹馬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